我們去平壤 因為旁邊的人來 上集說我們搭不到飛機去北韓 今集主要和大家分享北韓飛機之旅 和說說關於北韓大家都很想知道的背景資料 我們這團是北韓快閃旅遊團 三天 因為北韓現在國慶 重點出現 我們本來是今天出發的 但應該是北京出發的 北韓因為國慶的關係 有些飛機調來調去 導致我們混亂了 本來轉了第二個時間的北京 之後再轉了沈陽 才飛到過去 平時去平壤有兩個方法 一是乘飛機 一是乘火車 所以現在我們在沈陽準備乘飛機去北韓 終於可以出發了 我多怕一團取消了 我們過來這邊 搞一下搞一下變成3000元一個 我平時去日本也有1000元一個 去了三次日本 國慶的機票很貴 想不到是一星級航空公司都會有它的吸引力 我會想試一下一星級的感覺 還有去北韓這個地方 真是害怕 還想說到一件事 北韓就不能上網 我們這幾天是完全斷轉網絡的世界 所以帶了很多東西過來娛樂我們 其實我們北韓上網是天價 真的很貴 85元是50mg 200元是1G 但我說的是美金 不是港幣 是美金 我們兩個就決定放棄了 我們已經不上網這幾天 太貴了太誇張了 接受不了 剛才領隊Galix和Kathy 都為我們擔心 因為拿著這部機器 好像很惹人注意 對 還有我們的麥克風比較大 弄到我現在 領隊房有機會 如果看到這東西是非常新奇 就不要收了它 我真是糟糕 這裡有一部機 就是他這裡有一部機 然後我輸彎有一部相機 然後我輸彎有一部notebook 還有一部iPad 全部東西都帶了 希望大家抓我們好運 不要被人救自己的東西 我會哭的 我真的會哭 我會跪在這裏求他 我不要哭 求你 我沒有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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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要選這個日期去呢 就是因為它當正了北韓國慶 所以我們就想看看會不會有些特別的體驗 北韓入境的所謂的passport 其實是要提早申請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是要經這個旅行社幫忙才會做得到 北韓的旅行是一定要參加旅行社 是不會存在自由行這件事的 就是因為本來這個團都貴的 本來我們加入這個是一個香港的團 價錢呢 可能是中國的北韓團是貴一點 貴三成左右 三四成 但是它的體驗呢 就另類一些 對 就比較有深層次的體驗 還有有些香港人大家都是香港人 有些照應 除了去平壤之外呢 我們都會去開城的 也都會去一個叫 大家再看吧 其他會再說 我們為什麼會過來北韓呢 其實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會問 因為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北韓 是一個非常之有封閉的國家 阿金仔還在搞這個社會主義 還是以前的北韓的時候 就應該已經要過來探索一下 但是我覺得有時間 為什麼要去一去你的地方 如果不是有一天北韓改革開放 漫向自由的一部分 到時候就看不到現在是北韓 就是會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這麼沒有自由的一個國家 究竟是怎樣呢 對 他們那些人是不是演員來的呢 你們的事應是不是特務來的呢 是 所以我就很想去看一下 對 就去看一下 多特別的一個角度 多勤力 看我多辛苦 Kiki的助手 小心 小心 因為我們那個飛機呢 今天台風的關係 取消了 變了明天 所以現在呢 領隊 帶了我們去兩個城堅 一個就是古宮 一個就是大瑞褲 那這個就是古宮 那我們兩邊呢 就決定選古宮 因為古宮好像感覺是出名一點 想不到你已經來到這裡 想不到日本城堅行得多 現在來到古宮 就是以前清朝皇帝的其中一個行宮 那因為現在突然多了一隻沈陽 那我們現在就是這個西塔街 你預為第三個韓國 那為什麼它這麼預為呢 就是因為這裡是一個很特別的街 是南北韓的人呢 都是會共存 就是統一了的韓國街 因為我去北韓的那些店呢 其實就是在北韓自己官方 國家派的人做生意 我們可以今晚呢 先在這裡試了這個朝鮮菜 然後再對比我們在北韓平洋 那裡吃的朝鮮菜 有什麼不同 街呢都可以觀察到 其實那些南韓北韓的店呢 其實的Style完全是不同的 好像北韓那樣呢 很正統啊 很規矩 很多人在這裡站著招呼你 而且裡面的裝飾會比較舊式 你會看得出來 這些是朝鮮Style 比較復古的 對 至於南韓那些呢 就是In一點的 朝一些的照片 當日呢 我們就去了這個平洋館那裡吃東西 那就是吃朝鮮菜 也都有些表演 就會看到一些北韓的女生呢 在台上跳舞啦 彈結他啦 一些音樂的表演啦 唱一下歌啊 鼓勵大家 我幫你上床 我愛你 我們剛才吃完這間平洋館之後呢 就回到這間酒店了 就換了一間比較小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那些味道不太適合我 因為始終都是沈陽開 所以可能都混合中式的味道 侍應姐姐的那些全部都是北韓人 試一下北韓本地的食物 看看會分別有多大 然後 我想明天的行程就會 就要趕快一點 說回行程吧 有幾美女啊 哇 他們帶的東西多到呢 對焦他們 對焦他們 你樣子好顯眼 我樣子好顯眼 這麼多機師 不會啊 空城不會對這些制服的 要別人啊 那不就好 越多越好 謝謝 哈囉 嗨 又是阿May 我是Kiki Kiki是May 隨意去飛 好 今集我們已經來到沈陽機場了 終於天氣很晴落 如無以外應該是十點幾飛 真的很多惡鬼 我們一來到已經看到 高麗豪空的機著人員 我們立刻很安心 對 證明我們今天會飛高 而且空姐很棒 大家不要介意我這個車 因為我眼睛不能高 我的眼睛已經廢了 我現在已經是高麗的車來出現 其實我配合今集的主題 對焦他們應該會跟你講學問 對焦你啦 因為以為我是南韓的間諜 對呀 我真的非常期待去搭捉這個北韓的土地 因為我本身連南韓都沒有去過 哈哈哈哈 我對北韓的興趣 大過對南韓的興趣 沒有時候拆北韓鞋 對呀 他專門不要拘捕我 我們就已經拿了北韓的護照 都是這些名字 出色日期 身份證 那些東西 我還穿著水衣 穿著水衣 拍這張照 大家平時乘搭飛機 可能會看到機票 會有那間航空公司的標誌 這個高麗航空就沒有的 不知是為甚麼 可能是要隱藏身份吧 那等下再見 拜拜 好 我們已經過五關 斬六仗 過了安檢 終於來到Gate 終於真的要去北韓 好 我們現在終於到我們的Gate 那他不知為甚麼 這個航班沒有標誌 而且目的地也是沒有的 我們以為在打卡 不要緊 我們只是去一個未知的目的地 當我們 好 我們剛剛離開那一陣 就以為他的航空機又延遲了 誰知道原來他的航空機沒有延遲 只不過是這個牌 還沒更新 就是在昨天顯示的時間 謝謝 先說一說我們搭高麗航空的體驗 一去到閘口就會搭一架巴士去飛機的停機坪 一去到停機坪 基本上你會有兩種人 第一種就是很鎮定 走過去準備登機的人 他們就是北韓人 第二種就是風光地衝出去 不斷拍照的 通常都是外國人 最特別的就是在飛機上面 其實是有北韓的國旗 大家都覺得非常有發色 大家一進到機艙 隨即而來 全部都是很振奮人心 很高音的北韓歌曲 其實這次高麗航空的體驗 比我想像之中真的好很多 首先最重要當然是門面 門面就是那班空姐 那些空姐主要和你溝通的語言 都是普通話 他們的普通話非常不錯 還好過我 因為其實我們看資料都看到 做得高麗航空的空姐 全部都是高材生 在他們最大的大學 我覺得是畢業才能做到空姐 所以這些門面 其實真的經過精挑細選 不可以有任何的污點 很棒 真的很棒 短裙 瘦 白滑 我相信 金晴的飛機 是我們人生之中 最留心看空姐示範 救生背心 和逃生知識的一次經歷 他們表現得非常新當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原來他們上了機之後 會變身 就會變小背心 那他們就要除了外面的暖袖 變成了這件小背心 就是每當他們推飲品車的時候 就會變成小背心 那最重要呢 其實他們都是很白 而且很漂亮 那樣看下去還好像很純 我們去平壤吧 我們去平壤吧 我們去見 好帥 好帥 我真的要看你 好帥 因為旁邊那是你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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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北台的信工 花小姐 嘔吳掃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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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班機都有分為商務倉 和經濟倉 我們坐的就是經濟倉 座位的間隔都是三三的編排 當日是國慶的前夕 所以全班機都是超級爆的 另外呢 我們搭就是高麗航空的JSU 機型就是陶波列夫204 就是一架俄羅斯的飛機 這間被稱為一星級的航空公司 是朝鮮政府在1955年的時候成立的 全部都是用俄羅斯和前蘇聯製造的民航客機 那為什麼會叫一星級航空呢 就是因為2014年 SkyTress Airline Rating 那時候公布呢 原因是高麗航空的飛機 是非常之舊 是屬於安全度極低的前蘇聯飛機 那加上呢 經費不足 維護困難呢 所以就令到它的故障呢 是經常都有發生 那之前2017年呢 都曾經在 它飛到9000米高的時候呢 有一塊耕翼就掉了下來 也是平衡最差 連續第四年是一星級的而已 那因為呢 那因為呢 我們的行程短了 所以只有飲品喝而已 那飲品當日呢 都是那些北韓的汽水 還有它們俗稱是螢光水的水果汽水 那May呢 那喝的那杯呢 就是提子汽水 我喝的那杯呢 就是北韓的可樂 那杯可樂呢 喝下去呢 就有點像可樂糖的味道 還有是比較小氣一點 那而提子汽水呢 就有點像藥水的感覺 然後呢 坐了50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很快就去到平衡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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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機場在2015年7月1號建成 以及開始營運 所以機場看上去都很新鎮 好幾個小時後 終於去到北韓的平衡了 現在已經上了旅行社的小媽了 對呀 剛才一路已經心動了 好恐怖 也不算好恐怖 我變成最後一個人出去 對呀 好恐怖 之後呢 就先回到健康心補照 對呀 那第二節呢 就是過關了 就是要看你的護照 看看你的樣子 那些人可能會脫鏡 那些人 那些人 那第三節呢 就是最嚴重的那一節 就是呢 全部人呢 打開呀 那些背包也要打開 都要去查 就是新部的東西 新部那一節 因為我們的桌子 好慢好慢 對呀 然後等了很久 已經很緊張了 對呀 就像我們之前排我們前幾個那些北韓人 因為不會收了東西 對呀 我們好像偷雞 看到應該是那些AirPod 就是Apple那些 聽歌那些AirPod 無論是否正版都好 一定是新的 好像沒有遊行 對呀 即是很大袋 然後就想說 這麼嚴格 對呀 我們真的慘 我們看著我們旁邊那一行 一批又一批 外國人 金髮那些 已經走光了 過得超快 對呀 然後就很緊張 剛才有個關係 然後收了電話 然後把護照 然後把護照 好像沒有開過 純粹是HDD的護照號碼 還有電話的型號 我覺得是 另一段就開始 你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一個X-ray 而你這個人 即是手心要 將你的東西 全部打開 你搜尋 基本上 我的時候 那天都挺好的 就是他搜尋 不可以 很仔細 可能有看一下 他真正有打開的 只打開我的錢包 一看到我有錢人 立即打流 就給我錢包 哈哈 因為我們全身家都是我們 那這個Kiki呢 Kiki好 我也以為他糟糕了 跟剛剛 最後的程序一樣 我去到最後一步 就是手袋 手袋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 手袋裡面 已經有兩部相機 有部iPad 有部HardDisk 就是這麼多東西 捉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HardDisk 然後他就不停跟我說賀粉 然後我不停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那就搞了很久了 那最後呢 那海關的職員 就找了我們外面的導遊 入禮 就跟我說普通話 我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他就純粹問一下 我這件事是什麼 就是原來 哈哈 哈哈 真的那麼疲 是不是 那些東西 本身我都很怕他會沒收 因為 偷偷你說 我那一刻是想著 被人說裡面的片 哈哈 因為裡面本身也有東西 但是最後幸好有沒事了 又給我 我們有你的導遊 我們本身這個團 都有兩部 他在說火都很難 之後我們來到北韓 然後呢 就會有兩個當地的導遊 一個就是港英文 一個就是港英文 兩個導遊 有一個叫金金 另一個叫煎香 是韓國和香港的 Good relationship 因為朝鮮再加上香港 然後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發現 另一個導遊叫金金 那他呢 竟然是拿著一個 褲子的袋 哇 哇 說一句 今天天氣超級好 昨天打電風好像是13級台風 是一個很serious的台風 但是我想說我們這條路 整條路呢 是沒得放上流 而且這個街道超級乾淨 我覺得是乾淨到是難以示信 我覺得是 跟日本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街道是很乾淨的 日本的虛膠的程座 因為日本城市街道 其實有時候都有些垃圾 我們暫時看到是一塊垃圾到沒有 甚至是一塊樹葉都見不到 我覺得是非常誇張 是完全自打於公正 那我們現在就搭半個鐘頭車 出回市區那裡 然後吃個午餐 之後才會再看有什麼活動 好吧 那我們等一下再說吧 這個超級甜點的 我們記得 CLS三福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在晚上我中的場 先看 如果想看我們更多的日常 的話呢 就可以對我們的安全 和安全 Face Mind